大家好,大家可以繼續入球迷會 下面Youtube的詳情又教大家怎樣加入 另外,就是接下來這個禮拜日晚11點,專屬直播的聯賽杯決賽 記得加入Patreon,Youtube的會員可以看專屬直播的預測 這裡也要恭喜巴賽獲得今季的西班牙國王杯冠軍 這是美斯人生首次做巴賽隊長而捧起的杯 贏了的就是不以包0比4 通常這些大勝的賽事,我們都會有感覺 或者以我們的經驗都會認為是一開球或者早段入球 本來想防守那邊就不能收縮,落後 被迫進攻,後防更空虛 然後越攻越上,後面越來越麻煩,大炒 不過今次這個國王杯決賽的案例就不是這樣的 巴賽上半場一球也進不了 甚至乎接近整個中都未進到球 是破不了密集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其實現在的巴賽面對密集的時候 都很肯定是由5個後衛打成4個後衛 即是變一變 右邊這個是中堅球員 因為明古斯進攻的時候 他通常都是打在右後衛,都會上下來 達斯當然有能力變形,打在右邊的進攻點 但是我也解釋過的 就是現在的巴賽面對密集 是有點像英超的車路士 就是用了右邊的Wingback 去變形做右邊的進攻點 但是通常都是沒有拉邊的左邊進攻點 無毒有偶,天武雲南和基沙文 天山都不太適合打左邊 所以就很少利用到進攻路線的左邊 這樣就要左後衛衝上來 一條線打完孤軍作戰 這種方法對著某些對手 有時會有些效果 例如之前巴賽在西甲不停用了 孤軍作戰都可以直接插進去左邊的禁區底線 原因就是當時對手的右後衛太靠近禁區 被這個左底艾巴太輕易 在那條走廊上很多空位隨時隨地進去 或者站定禁區都拿到球 但是今天對著不以包 這個右邊的防守擴張到出去 所以左後衛、左底艾巴孤軍作戰就很難成功 這個時候其實就需要左邊進攻點 跟左底艾巴一起去合作 這樣才夠人一起插進去 或者互相呼應組織 但是這個巴賽沒有正式的左邊進攻點 所以左邊就不太能去到 然後你就會發現巴賽很多時候 都是用中路突破的方法 找個人插進禁區中間 其實我也要說回巴賽這次都算是醒目了 即是他們知道中路插進禁區 很容易被守門員出來封死射門的位置 所以其實他們插進禁區中間之後 他們不是第一時間射門的 他們會立即做支點出來才射門 即是避開我的守門員 支點就是回後避開我的守門員 敵裝就是試過上半場接應美斯 在中路插進去之後的支點回後 再射中柱 另外還有兩次成功例子 其實都做得漂亮 不過最後來說都不能夠入球 其實都有一個原因 就是你這樣做進去再回出來 你就不是小禁區的射門 你不是小禁區射門 其實都難阻入 中路突破始終都是比較難度高一點 這裡解釋了為什麼接近一顆中 巴塞都沒有入球 但是到了下半場的59分鐘 一個進攻的方法不同了 改變了 就不是中路突破了 就做到一個叫做出現在小禁區的入球 在小禁區射門 必入球 基山文能夠打開紀錄 就是因為今次不再做中路突破了 是在邊線插進去 在地球傳中 所以就產生了小禁區射門 究竟是誰插在右邊的呢 就是上半場都喜歡插入中路的敵裝 今次插入右邊 結果呢 就之前難以成功 但是下半場他變成右邊插 就成功產生到必入球 而且你會看到呢 就是本來打這個右邊進攻點的達斯 他呢 就是一路在右邊跑的時候 就向中間移進去 這樣呢 就拉空了敵裝 在overlap的那個位置 右邊有空位 就插進去 那這個成功的 互相兩個人的走位 就反映了 左邊的一個人做得捱巴 孤軍作戰就是不夠人 你邊線最好呢 就有兩個人互相配搭配合 就互相走位或者一起合作 這樣呢 才有這個插入空位的 那另外啦 這個不以包呢 今次的防守呢 都是有少少問題 就是本身啦 他們是打算進攻的 進攻完之後呢 就立即被巴塞打回頭 其實上半場呢 都有這樣的情況 但是不以包呢 上半場呢 都可以進攻完之後 立即做一點點的中線壓迫呢 就迫巴塞沒有那麼快 可以立即打到上去 但是今次去到下半場的58分鐘啦 不以包呢 這一次就進攻完之後 沒有做中線壓迫 那這個美斯呢 結果可以輕鬆呢 就推上去進攻中場的位置 再交直線給敵壯 結果巴塞呢 右邊那邊呢 有足夠的空位可以插進去 那就輸了 那其實呢 下半場一開球的時候呢 不以包的防守呢 都有類似的問題 不以包上半場的防守呢 就緊密的 做到的 可以阻擋到呢 這個 這一類型巴塞的推進的 但是去到下半場呢 那個防守就鬆了啦 那所以呢 巴塞呢 很快 亦都可以拉開個紀錄 兩分鐘之後呢 就普通明買明買呢 也都看到呢 不以包後防線是鬆鬆的 散散散的 那之外 不以包呢 還想著去進攻呢 壓迫更加容易散 再給巴塞打個快攻呢 阿滴莊好球呢 今天呢 有一個很好的整體意識呢 做個支點呢 協助這個美斯呢 做了超級連 叫人衝上去 再自己一路 進去禁區入球的 打快攻 當然可以呢 就是中路突破的了 打快攻呢 中間有空位呢 所以中路突破容易得多 容易過面對密集很多的 不以包都算是呢 閃電崩潰了 好快呢 就輸到第四球球 那當時呢 就經易崩潰了嘛 所以古今作戰的 佐迪艾巴呢 都輕易可以進去呢 就是附近禁區的位置 地球傳中美斯的入球 那不以包這樣崩潰的話呢 明顯是體能出了問題 那巴塞呢 也都算是報回西班牙超級杯一戰之仇了 那巴塞呢 那這次呢 改善了的地方呢 就是他們 比這個西班牙超級杯的決賽 更加早拉開個紀錄 打殘了對手 那對手當然就不能 就是最後 用明買明買博猛反擊你絕殺啦 而大開殺界的今天呢 原因就是 懂得在下半場 用多了其他的進攻方法 甚至乎可以叫做改了進攻方法 就不再是中路突破 就用多了邊線 這樣呢 而成功的 那當然呢 不以包的體能問題呢 都是重點啦 那所以你都會見到 不以包今天沒有什麼反擊 令到呢 今天打正選 防守中場的普斯基斯 就來得舒服了 可以多點面對密集 打正選 就沒有問題的 總之呢 如果場賽事是不快的 慢慢打的話呢 他就可以打正選 而且發揮到他派牌的功能 那你就是可以看到呢 就是反過來 去到下一場的西甲 對這個基達菲的時候 普斯基斯又打正選 撞正基達菲是會壓迫一下 那這個普斯基斯呢 也都在他的位置那裡 就塞了球 那雖然基達菲的壓迫 以及後防線的深度 是不夠的 這次這一場的西甲 給了機會 普斯基斯在組斷的時候 送過好的直線 就劏過半場 直線交給美斯 走快攻入球 但是很快呢 也都被基達菲攀成平手了 原因呢 就是今天用了疏於戰陣的沙治羅拔圖 打右後衛的時候 被人打反擊 掉了 要勞煩呢 就是防守中場之一的敵裝 去幫他補右邊的防守位置 跟著你就會見到 這個是三四一二 只有兩個防守中場的巴塞 出現了一個叫不夠防守中場的問題 敵裝去了右邊幫手防守 就變成中間只剩一個普斯基斯 那就完全不夠覆蓋率 去跟對方進入禁區的進攻球員 就在那個位置被人進去射門 1比1 雖然今次的防守當中 普斯基斯大概只有佔三成的問題 因為始作俑者 都是沙治羅拔圖佔有七成的責任 但是只要真的出現這些情況 人家夠膽去進攻你的話 一沒有人去幫普斯基斯 打一個防守中場 夾著他要自己來就搞不定 其實巴塞今天的球員 是一個面對密集當中 變不到型的傳統三四一二 沙治羅拔圖根本辦不到右邊進攻 但是幸好 對方來說 今天也會做些壓迫 以及後防線深度不夠 而且也挺容易突破他們的後防線 打個快攻 所以才給了機會 巴塞一開球用快攻入球 不需要面對密集去破密集太多 但是只要對方積極打一些反擊 你高文用普斯基斯打正算 也會有防守的問題 不過又幸運 去到27分鐘 對方出現了一個非常嚴重的失誤 竟然是自己交給守門員的時候 就是向著龍門框交 這個是基本攻的失誤 所以遇上守門員的位置 不太適合接應不到球 而球就直飛到網窩裡 所以是入球的 是自己射入龍門那裡 送入球 就是讓巴塞領先2比1 解救了普斯基斯和沙治諾拔圖的防守問題 巴塞領先後 然後大局就去巴塞那邊 巴塞在32分鐘 是一個佛球當中的偶發性機會 美斯入禁區第一時間射門 就拉開了3比1的紀錄 這裏都基本上奠定性局 後來巴塞就輸回12碼 因為半場的時候迫姬受傷 用個年輕人中堅阿萊祖 然後他就有少少魯莽 禁區裡面出一出腳 這一下是不應該出的 是無謂出的 但是不小心出了 就輸了12碼 不過去到86分鐘 角球當中頂入一球 阿萊祖追攻補過 最終輪到對方有點不幸 禁區裡面 就是打算解圍踢中分 基沙文 給回12碼巴塞 這場球是5比2的 好了 巴塞現在積分榜上邊 打少了一場 打少一場 然後你會見到 只要贏多一場 就可以分數上超過黃馬 原因就是黃馬之前打和基達菲 然後你也可以見到 馬體會之前 輸過給西維爾 打和過貝迪斯 所以巴塞 只要接下來主場 就贏了馬體會 理論上他們會夠積分 就上到榜首 上到榜首 即是西甲冠軍機會 就有在輸 就是因為馬體會的進攻不穩定 而黃馬最近出現了體能極限 如果巴塞今季 是能夠後來居上 拿西甲 都可以歸功於 朗勞高文轉三中堅來防守 就是替後防線止了血 進攻的時候 他都儘量變形做四個後衛這種態度 也可以加強進攻火力 不過他的大戰能力 是不是可以幫到他贏到 關鍵一戰隊馬體會呢? 我們當然就是Patreon片尾彩蛋 繼續說下去 如果你都想對於何鷹的堅持 去作出實質性的支持 你可以加入Patreon 其實港幣40元都不用 就很幫到手 已經聽完所有Youtube可以聽的片 也有片尾彩蛋 還有獨家的Patreon節目 包括預測和其他的節目 當然就是沒有廣告的了 7元美金的話 再加上每個月兩次的專屬直播 收到賽前的陣容 再有30分鐘的直播預測 9元美金就直接有了 精裝版的微觀昇華同步 現在的微觀昇華同步 就去到精裝版了 是會對比本周所有的賽事 去來一些更加清晰更加精闢的評論 是不會重複 是蔡侯萍當中講過的論點 是有更加多額外的 更加深層次的分析 希望在Patreon見到大家 如果你是沒有信用卡的話 不要緊要 你可以裝一個拍著照片 即是Tap & Go的程式入手機裡面 或者八達通APP 入手機裡面 然後你就去便利店增值 就可以當信用卡這樣用 多謝大家了 拜拜